同仇敌丐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同仇敌丐 这句诚意里面的丐字 这个字是树心边还有空气的气 但千万不要有边读边读过气字 它读过丐字 这个丐字的原来意思是为何呢 是为了愤怒的意思 同仇敌丐 即使大家对一个共同的仇敌 对它一样的愤怒的意思 即是对敌人表示高度的忍恨 就叫做同仇敌丐 有时听见同仇敌丐 可能会混乱了另外一个字 这个字也是读过丐字 更加容易混乱的 刚才说这个丐 是 穿个气字这个丐 是解冲怒的意思 丐粉是一个词 丐粉就是愤怒的意思 丐粉 但是这个丐字是解冲什么呢 是解冲很强烈的情绪 激情 就为之丐 所以有粉丐 这个丐粉丐 就是非常强烈的 一个 愤怒的情绪 所以 两个本来 就是意识不同的 这个本身就是愤怒的意思 这个就是强烈的情绪 但是呢 有时 用一个磁度 就会有些 混乱 那么我们 就分清它 那么 除了这个丐之外 呢 就还有这个丐 哦 如果我们说 气丐 大丈夫的气丐 是用哪个丐呢 那么 以为气丐 都是树心边 不是 是用这个木字边 是大丐的丐 这个呢 这个呢 概放 概览 概率 它的解法呢 是指气度 气量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说 气概呢 就形容一个人 遇到一些 比较可能 特别的环境 遇到一些冲击 遇到挑战的时候 能够 踪庸应付 有种这样的气度呢 就叫做器鈣 所以這三個鈣字讀法是一樣的 但其實那個用法是不同的 由於近似容易會混亂